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能做到这点 就能掌握住自己的人生 反之 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握 想想 确实如此 弱者往往任由情绪控制自己的行为 而强者总能让自己的行为控制情绪 那些所谓脾气好的人不是没有脾气 而是懂得在脾气突如其来的瞬间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记住这三个字 才能让你把情绪为己所用 做情绪的主人 弗兰克林说过 如果你总是争辩 反驳 也许偶尔能获胜 但那是空洞的胜利 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争论只会让矛盾越来越大 也容易让你无法驾驭自己怒火的地步 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而宽容能包容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使人心态平和 更好地获得舒服自在的人生 欢乐有爱的生活 想起以前读过作家白涅德夫人写的一本故事书 名叫《小公主》 里面的女主人公莎拉 曾经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 但她的爸爸不幸去世 导致家族破了产 只留下她这个十岁的小女孩 从此 她的生活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每天都要干粗活 还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和嘲笑 但她并没有与这些数落她的人计较 而是选择了宽恕他们 也不把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 因此 她依然生活得很快乐 并相信有一天 幸福会再次降临到她的身上 古今中外 但凡能成大事 幸福感满满的人 身上都具有一种优秀的品质 那就是 能容人所不能容 忍人所不能忍 善于求大同存小异 团结大多数人 他们或达而不拘小节 从不斤斤计较 更不会为所事而纠缠 正如哲人所言 所谓幸福的人 是只记得自己一生中满足之处的人 而所谓不幸的人 是只记得与此相反内容的人 多一份宽容 心就多一点空间 心里多一点空间 人就会感到快乐许多 二让 记得有本书里说过 柔弱 胜过刚强 很多时候 过于执着 表现得太过刚 并不会带来正面的结果 反而会因为过度地表达负面情绪 而伤害了自己和身边的人 明成祖朱棣工程后 想让方笑如为她起一份诏书 然而 方笑如宁死不屈 愤愤不平地对明成祖表示抗议 明成祖一再追问 方笑如便提起笔 写了四个字给她 焉贼造反 明成祖看后觉得很生气 对方笑如说 难道你不怕我诛杀你九族吗 方笑如听到这话 更加不愿低头 说道 你诛杀我十族 我都不怕 于是 明成祖贞的下令 把方笑如连同她的十族 一并诛杀 为了一时的硬气 而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愤恨 方笑如不仅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还殃及了身边无辜的朋友和师生 如果当初方笑如收敛自己的刚气 不成一时之快 懂得退让一步 那么这些祸害就不会发生了 俗话有云 小不忍则乱大谋 要知道 适当的柔弱 是一种修养 是一种善良 更是一种智慧 做人懂得适度低头 做事懂得谦让容忍 那么很多事情 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了 很认可有句话所说的 智者善屈尊 于人强伸头 懂得藏起自己的锋芒 收其锐气 不被一时之勇冲昏了头脑 才可以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走出属于自己的流畅人生之路 人生路上 我们总有很多的欲望 想要追求 一路上 我们为了欲望时而开心 时而忧愁 有时候 更为了欲望而愤怒 殊不知 终日迷失在自己制造的 种种需求里 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容易产生坏情绪 保持一颗平常心 凡事宠亦泰然 乳亦淡然 才能从容面对 世间的一切烦恼与怨恨 有个年轻人 总喜欢莫名声闷气 久而久之 心里堆积的烦恼越来越多 为了找到解脱烦恼的秘诀 他便想上山寻找智者咨询 在山脚下 他遇到了一个牧童 正坐在草丛里悠闲地吹笛子 于是 他便上前问道 你那么快活 难道没有烦恼吗 牧童说 骑在牛背上 笛子一吹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年轻人试了试 并没效果 后来 他来到山间的小溪边 见到一位老翁在钓鱼 神情怡然 他又上前搭讪 您能如此投入地钓鱼 难道心里 没有任何烦恼吗 老翁说 静下心来钓鱼 什么烦恼都能忘记 年轻人又试了试 依然有负能量困扰着他 等他找到智者时 智者笑着问他 有什么事情和人捆住 你没有 智者说 既然都没有 又何谈解脱呢 年轻人想了想 瞬间醒悟 原来一直以来 只是自己的心束缚着自己而已 人的许多烦恼与怨恨 其实都源于自己 却不知心平气和 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处处美妙 真正的聪明人 都懂得保持平常心 学会淡然处事 给自己的心灵 一片宁静的天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